Hello,大家好,我是苏珊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苏珊奖 育儿专家说 足够的睡眠有助于宝宝的身体和脑部的发育 那你的宝宝睡得够吗? 当妈妈的都知道 宝宝经常是吃了又碎,碎了又吃 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 所需要睡眠的时间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出生需要15到18个小时 那一岁以上就12到15个小时 那四岁以上只需要10到12个小时就足够了 那刚刚出生的宝宝是分不出白天和黑夜的分别的 而且他们每两三个小时就要起来喝奶 那所以妈妈半夜请来为孩子喝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孩子慢慢长大了大概4到6个月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吃一些固体的食物 相对的他半夜喝奶的次数就会减少 那爸爸妈妈可以开始训练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大概在10到12个小时 所以出生的孩子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老一辈人常说睡一觉长一寸 所以睡得好的孩子自然就会长得高 长有长肉啊 而且越来越聪明 所以睡觉对的孩子真的非常重要 宝宝睡得饱饱 妈妈自然睡得很好 隔一天妈妈宝宝都心情好 那分享让你知道让宝宝睡得好的五个点数 第一选择让宝宝保持干爽和透气的尿布 让宝宝能够安稳的睡好 第二就是要有规律的喂奶时间 第三建议宝宝在固定的时间10点之前入睡 因为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 孩子就会特别的疲劳 而就不愿意去睡觉了 第四就是孩子的睡眠环境 不可以太吵 可是也不可以太安静 建议放一些轻音乐 可以让宝宝睡眠 那可以让他适应在有生命的环境下入睡 第五孩子睡觉的地方要一致 我们的鬼孩子同房却不同床 那如果孩子都睡在同一张床的话 他就适应这个睡觉的环境 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们还想知道什么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还要关注我们Bending of Malaysia的IG 还有Facebook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 拜拜 拜拜